现在有车厂引进了全球第一台正式量产贩卖的电动车 只要花6个小时充饱电最多就可以开120公里 来回台北跟新竹一趟这样的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而它的花费只要汽油前的六分之一 目前虽然已经有一般规格的插头 但想在台湾开电动车怕怕燥 恐怕还是要等充电站更加普及化才行 刷卡感应这是全台唯一一台量产销售贩卖电动车 去年5月在美国一推出月销60台是基本盘 现在台湾首度亮相 不同于过去电动车必须找到充电站找专属插座 新款车克服充电难题 后车厢备有一般110V和220V插头 只要找到插座充保六小时就能上路 国内有其他的长排优引进一些电动车的车款 但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没有那么多的充电柱 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产品本身 有一些限制的条件在 花了六个小时好不容易充保电 现在这一台车我准备要上路了 一共可以跑120公里 从台北出发保险估计最远可以开到三亿 台北新竹来回一趟没问题 只是进口电动车110V必须充电22小时 220V也要6到7小时才能满格 和另一台曾经帮鸿海运送大电式的国产电动车 80安培前后时间差了将近三倍 价钱方面国产车226万 进口车不含税也要150万 不便宜 大概有3000个固定的充电座 跟固定的专属车位 请开往最近的道路 全球唯一量产电动车宣布最快年底进军台湾 但光是充电站哪里找都成问题 环境修线多要等到普及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期节目是网站阿玲 海白报道